今天我们讲什么叫做 心音性的休克 邮轻甲步 来 新的电视墙告诉大家 心音性休克是瞬间夺命的 死亡率高达50% 最近看到抗疫天王柯四海 66岁 他说两度跌倒撞到头 而且发现他的时候 旁边有呕吐物 他是心音性休克死亡 很年轻 凤梨哥哥39岁 他也是心音性休克 之前看到的高乙霞 好可惜35岁 他是心音性的猝猝 所以我们一直听到 心音性休克是什么意思 他是瞬间这么恐怖吗 是 我想跟借这个机会 和观众朋友 大概稍微简单解释一下 第一个什么叫休克 休克就是我们身体的组织 我们的器官组织 他得不到 他应该有的血液跟氧气的时候 这个叫休克 但休克原因就很多 那如果这个休克的原因 是来自于 主要是来自于心脏的疾病的话 所以这个我们就叫 心音性休克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 最近的我们说抗疫天王 柯世凯 柯先生 好像是死亡之后被人家发现 后来被证实是心音休克 后面有一些是年纪很轻 不到40岁 所以像这种就是40岁以上 和40岁以下 心音性休克的原因不太一样 40岁以上的最常见的 其实还是心肌梗塞 就刚刚讲的这个 四凯兄的父亲 曾经心肌梗塞 但这边我还是要提醒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第一个 这种病常常会发生长辈 第一个 长辈的症状就比40几岁 50岁来得不明显 我们再接着 常常碰到老人家 他被带来的时候 主数就是无力 倦怠 或是胃口变差 或是活动力变差 老人家其实 有些甚至不讲痛的 下一张电视墙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请观众朋友 拿相机拍下来 也就是心音性休克 把握5分钟 他的黄金抢救时间 只有5分钟 这个非常重要 请问自行冲到医院对吗 OK这个是也在临床 我们碰到一些 比较遗憾的事情 通常有一部人 他想说我自己开车会比较快 他说抢时间 我打下个119 他还要过来 还比较慢 等着浪费时间 那这边我一定要 像这种心血管疾病 脑血管 这个我们在急诊 是危急个案 第一个你要先送医 第一个你未必比较快 第二个心血管 脑血管疾病 一旦急性发作的时候 你让他过多的一些 不必要的活动的时候 他都会增加氧气的需求量 所以必须打11999 你打电话 大概都会在10分钟之内到达 除非特殊状况 接下来非常非常的重要 今天安妮也到了现场 救护车抵达之前 急救有这四个步骤 我们请假步现场示范 如果你的家人长辈 如果还有意思的话 不管是心血管疾病 一边不能动 或是麻 或者胸痛胸闷 第一个让人先躺平 那如果你家中有血压剂 你可以帮他量个血压 如果你家中没有血压剂 但是你会发现 他的皮肤有些湿冷的状况的话 这个是我们前面讲的 他可能是休克的阶段 所以这种休克阶段 血压如果太低的话 你可以把他的下肢 像下肢的话 你可以要垫一个枕头 把病人的两只脚 从宽部以下 你让他把它垫高 可以垫高 垫得再高点都无所谓 让他的循环 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让他血尽量先供应到我们的脑和心肺 比较重要的习惯 头底较高的姿势 对 头底较高 对 那这个硝酸肝有的话 这个其实看中 如果你本身是有心血管疾病的病史 医师以前有开过 我们所谓舌下寒片 如果医生有开过这种状况的话 在没有休克情况下 是可以服用 但是如果是倒汗的很厉害 或者医师已经开始昏睡 脉搏都摸不太到 颈动脉搏不太到的话 基本上那这个先不要用 当你发现叫不行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快速 快速检测 他有没有一个正常的呼吸 什么叫正常呼吸 就是他胸部必须要有起伏 但你发现他如果叫不行 没有反应 然后你发现他如果胸部没有起伏 没有起伏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犹豫了 所以这个时候他基本上 就是处在一个心脏已经停止 或是即将停止的状态 请家人立即打给119 急救不要忘记 求救不要忘记 快速地在病人的 我们胸骨中间就开始 做按压的动作 按压的动作 一直等到119的紧急救护员来 基本上我们就希望 你能够持续地 持续地给他做按压 按压的循环最重要 当你做两分钟之后 你可以重新叫 或是重新看他的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FB点赞